哈喽朋友们早上好呀 昨天我终于回到我自己的家了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 我要出去吃一碗米线 然后拿了一个购物袋 等一下要去买点菜 买点生活用品 有一个多年没在我这里住过了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 三点多就醒了 所以今天早上去早一点去吃点早点 然后逛一逛走一走路 昨晚又下了一晚的雨 今天有点冷了 穿了一件外套 现在就走着去买点菜 还有买点那些牙膏之类的 我看家里面我这里也用完了 这个是谁的小物童倒在这里了 这两天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不说了 我要赶着去吃早点了 我一般都8点以前 必须早点的吃了 然后11点钟还要出饭吃 在路上看不到一只小狗 看到还有点早 到处都是进去要敲的 我通常起的比较早 星期六星期天也是一样 不太喜欢睡懒觉 不是一早上就起了 根本睡不着在窗上 人都没有一个 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来今天学生 周末不用送孩子上学 所以路上人比较少 时间还有点早 吃米线的人不是很多 我坐在外面 坐在里面 还是有人吃了走了 这家生意最好了 他家的是小菇米线 我的还等一下 我的麻辣米线好 每次都是粉吃的米线 别的不太喜欢吃 出来了 但是这个超市都还没开门 我准备去菜市场买菜 菜市场的菜比较便宜 而且还新鲜 现在真的是太早了 好几两个超市都没开门 应该是要到8点以后吧 路上的人也不是太多 这个很古老的菜市场 买点白菜 来看 这里菜还是比较多 有便宜 这是菜种 本来我想买那个苦豆的 但是在的时间 不是那么长 所以买点白菜就可以了 来这一家 我经常在他家买白菜 来看个人呢 这里卖这个 这是什么 羊肉的羊排 我自己不会弄 买点回家给我妈弄 今天不买了 看一下 凑个热闹 目前为止我只买了一颗白菜 不知道买什么 因为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太多的 是白醋的 现在要去超市了 因为没什么想吃的 我家里还有肉 来家弄个蒸肉 好多白菜就可以了 现在要出去 超市里的菜也还多 就是不知道 想买什么也不知道 这是菌 就是蘑菇类的 我先逛一下 我要买一点这个鸡蛋干 回去用那个辣椒大蒜炒一下 买两包 一包带回家 一包在我这里吃 别的也不会弄 这些什么都不买了 那边的肉也不买了 我的肉已经昨天就买好了 买两包鸡蛋干 现在我走在我们这里的 林荫小道上 准备回家了 东西也买完了 休息一下 准备煮饭 这里的小路 人都没有一个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